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的 各位来宾大家晚安 好高兴再次来到我们2018年春季展望的现场 跟长期支持展望的来宾朋友同学们见面 今天我们的演讲不一样 当然我们每一系列的八场演讲都有一个固定主轴 而八场的邀请都环绕了这个主轴发展 但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来自NASA Headquarters的太空任务学家 李杰信 李博士到场 我们欢迎李博士 我还真的要多花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李博士的相关的学经历 现在是在总部的太空任务学家 当然在过去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经历 但看一下台湾大学物理学士 各位来宾你知道我们在这一系列演讲开始的时候 你记得我跟陈卑生老师心情上非常痛苦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介绍个讲者 然后这个讲者也是我们的学弟 在演讲之前吃饭的时候一问好高兴学弟哪一年呢 1990年毕业 算了算了不问了不问 后来发觉还有更年轻的 他记不记得更年轻的学弟 可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学长非常令人敬佩 所以李洁信博士呢 比我们要稍微大几届 大几届我就不多说了 稍微大几届 但是呢李博士他在过去这一路走过来的经历 看MIT然后到UCLA 我觉得很高兴 我自己也是UCLA毕业的 所以呢跟李博士 是在同样学校UCLA这个母校毕业的 但是李博士在NASA资历是如此的深厚 你可以看下一个 他得到的奖项是相当相当丰富的 杰出服务奖 杰出成就奖 银丝努必应该可以讲一讲 这个奖是怎么回事 因为通常大家的习惯 尤其是我们华人比较不好意思 讲自己的丰功维基 可是我是觉得 李博士如果能介绍一下 像这个奖看起来很特别的 那各种 还有通俗写作奖 也就是李博士最近这些年 花了好多时间做科普写作 那书简直是不得了 你看《谈难一》中杰出校友奖 金鼎奖 我们再看下一页中关于李博士的书 从追寻蓝色星球 我们是火星人 我觉得每一本书都是一场演讲 可能more than that 不只是一场演讲 别让地球再挨撞天外天 宇宙的颤抖 我刚刚一路拿过来的就是 我手上自己有本宇宙的颤抖 那见水楼台 先请李博士再写一个给学弟的话 所以特别高兴 但是今天我们请李博士来讲 是跟大家讲 阿易斯坦相对论 跟最近发现的引力波 台湾叫重力波 大陆上叫引力波 其实都行 讲引力波都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李博士在过去这些年 在NASA所做出来的贡献 NASA在科学研究上极端杰出 但是NASA在教育跟推广上面 做得也非常好 使得NASA这个招牌 在全世界各地 不是只有台湾大陆了 全世界各地 听到NASA都觉得很敬重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需要 跟NASA学习 也可以通过李博士 了解 怎么样把科研教育跟推广 三者并重 做出一个世界级的机构来 当然这一次 为什么我特别高兴 我们顺便又不得不做一点 置入性行销了 六月底 科博晚会有一个年度大展 今年的年度大展 我自己这个馆长不务正业 我自己策展 漫步太阳系 名字就叫漫步太阳系 我底下讲些话 李博士一定非常清楚 就是过去二三十年 人类对太阳系 各个行星 各个卫星的探索 得到的成果 丰富得不得了 不仅是科学研究上 有一大堆精彩的成果 连拍回来的图像 有些真的很像是 范古的画作 或者是艺术的不得了 没的不得了 而这些知识 你知道吗 并没有体系化地 进入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所以绝大多数的民众 都不知道 我看了着急 干脆就自己搞个展 那这个从今年的六月底开始 一路下半年都是 在科博晚的主要年度大展 可是 既然讲到了太阳系 漫步太阳系 总要有太阳吧 NASA最近这几年 有一个卫星 叫做SDO的 非常厉害 它就在地球轨道上头 看着太阳 每十二秒钟 every twelve seconds 每十二秒钟 取大概十幅 十几幅紫外线的影像 每十二秒钟 拍十几幅影像 但是呢 NASA的同学们 竟然能够 把它做成4K 甚至是8K的影像 那我们就希望 大家能够仔细看到 太阳8K的影像 刚好 好些事情 正面地碰在一起 台达电 郑重华董事长 我们非常尊敬的 老先生 他这次还是支援博物馆 说8K投影机 各位 你要准备一台 8K投影机 加它的播放器 摆在博物馆做展览 光这一件事情 就是两千万 它的价值 市价是两千万 更不用说 台达电的8K 被日本人拿去 跟Sony跟Panasonic的比较 发现台达电的 超越了日本人的8K 世界第一 所以这次我们有 世界第一的8K 然后有NASA SDO最新的影像 而且 NASA的影像处理的 这些工程师们 专门为了我们这个展览 做了两段三分钟的影片 两段三分钟的8K影片 你知道它多大吗 不是Megabyte 不是Gigabyte 是2.5T 两段三分钟的影片 2.5T 你可以想象 一分钟需要花 他们的整个团队 十几个小时去处理的 要专门为了我们做 而且帮他们配乐的 德国音乐家 也跟我联系上了说 不收钱 免费音乐提供台湾使用 只要把他的名字 写出来就好 虽然好高兴 可是你知道 这背后促成这件事情 终于顺利完成的 就是李博士 李博士在NASA 以他的高度交代了NASA 说要帮台湾这个忙 所以我们跟NASA联络了以后 李博士在旁边 能够这么一推一促成 我们就能拿到这个精彩的资料 而且2.5T的东西 各位 它不是用网络可以传的完的 你不希望传一个2.5T的东西 Believe or not 怎么办 专门买了一个硬碟 NASA的工程师 把它下载在硬碟上面 由李博士 亲自hand carry 带上飞机来到台湾 我是非常非常感谢 我都选好 本来是说李博士到了台湾 在台达旁边 到了台达旁边的富华旅馆 我去接他 然后台达店的工程师过来 拿了这个硬碟 回去再做处理 没有想到台达工程师 比我们还更急 他说台达8K的厂 就在中立 中立就在机场旁边 所以那天李博士一到 台达工程师 直接在机场拦截了 对吧 我就想说 李博士已经戴个太阳眼镜 然后提着手镜下 很神秘 鬼鬼祟祟的 好像很精彩的东西 但是很棒 顺利拿到 拿到以后 我就那天下午 我还着急问台达店 说怎么样拿到了没有 他们说拿到了 但是转档要19个小时 两段三分钟 要19个小时转档 后来过几天以后 我就去看 郑坚生 郑东华董事长 约了我一块 亲自去看那个8K领影像 真的很漂亮 底下我就不说了 你要到博物馆自己看才 但是我觉得 这次李博士能够来 不单是在我们展望演讲里面 这个系列 也是跟未来有关系的 因为爱因斯坦 他是跨越了过去 现在跟未来的一个伟大科学家 但更重要的是 李博士从NASA的高度跟角度 能提供给我们一些新的看法 对科学教育 科学推广新的看法 同时也告诉我们 广下论论 给予李博的最新发展 我们欢迎李博士 非常谢谢孙教授 孙管长 孙伟坚官长 这么热情的介绍 当时8K的影片 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也学习了非常多的 到最后 因为我的确把它带进来之后 马上在机场交给台大电工程师 三天没有得到消息 我就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所以刚才孙光终于证实了 我讲的这句话 那么当时这个呢 8K的影片是 大概没有别的方式 可以看得到 除非你到科博馆 对不对 这大概是唯一的 那么我很急迫地想看8K 所以那个Scott 这个Guarder Guarder他的这个工程师呢 他教给我影片之后 我就说这样 Scott 你一定要让我看一看 这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他就说 你可以有个5.1个Geek 就是比那个2.5个Terra 要小500倍的 那么我上网就把它漏了下来 那么看 真是百看不一样 我看了20次 每次还在看 那么是一个非常 所以我鼓励各位呢 这个六月底以后 有半年的时间 可以到科博馆看 那么当时刚才孙光 给了我很多这个 不应该得到荣誉 这个其实孙光长呢 作为台湾的这个 博物馆的领导人 那么在这中间呢 他是exercise 这个strong leadership 像有些事情呢 当我们年纪越大呢 我们说做事情这样做 我有一个很高的目标 但是我不知道 达得到达不到 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要说 要跟人家要这个影片 这是最重要的 你一要这个影片 到NASA 其实考虑是这个样子 这个美国跟台湾没有邦交 这个怎么办呢 后来一想没有关系 绿灯一开 东西就到手了 那么这个是比较重要 这是完全是孙光长的strong leadership 那孙光长呢 刚才说 要我这个讲连我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 当时我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 当时我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 那么现在呢 在我工作的这个环境呢 跟我一些朋友呢 每天还这个蹦蹦跳跳的 那么大概我的年龄永远是最大的 比较很难找到比我年龄小一点的 那么当时我到了台湾开始念小学 小学中学 中学是在这个台南一中 那么一路讲台湾话上来的 那么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当完兵了 去UCRA念书 念完书之后呢 当时博士学会在这个洛杉矶 在这个Aer Space 就航太工业 它是比较发达 那么在内门工作两年之后 去到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是推进实验室 那么在那边工作了十年十一年了 在这中间呢 也可能自己做了一些research 跟这个NASA反正都很合 这个 然后呢 一个机会呢 这个 NASA 因为NASA这个机构 是不停地收集研究计划 然后做评审 评审完了 博款 经费 研究经费 大概是做这类的工作 那么在那边就堆积了 大概三百个研究计划呢 需要人呢 去把这个三百个计划评审完毕 所以就找我去 刚开始是两年 那我就去了 两年就把这个研究计划 这个 把它评审完毕 当时评审研究计划 我自己研究就完全开了 用每一个研究计划 后头做一个非常优秀的研究员 包括一些这个 现任的未来的诺贝尔奖的 那么当时这种 对我来讲呢 就是突然呢 由于自己很狭窄的一个 一个研究领域呢 突然就变成这个范围非常大 那两年完了之后呢 他们觉得 我还做得可以呢 就叫做 常常用一些英文 make me an offer I cannot refuse 那么这样子我就留在总部呢 在那边一做 就是三十多年 那么当时在这中间呢 主要做的就是说 这个主要呢就是把这个研究计划 升级研究计划 你要送出去呢 announcement 叫NASA Research Announcement 那么送出去呢 收集研究计划 然后组织贫生委员会 那么把这个研究计划选出来 拨款 然后发展这个太空仪器 发展太空仪器一般就是比较贵了 一般好一点太空仪器 大概五千万美金起跳 一亿美金起跳 那么这个仪器都非常昂贵的 那发展五年七年呢 送到太空站 所以基本上 所以刚才有几个奖项 当时接触服务奖 接触成就奖 这个有个银色Snoopy奖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实验 是要到太空站上去做 太空站就有很多太空人 如果你做这个实验呢 很好实验 这太空人在天上可以帮你做 他们假如说 你一个很复杂的实验 他们可以把你的这个数据拿到 他们也很兴奋嘛 兴奋结果就想 这个背后到底是谁在管理这个实验呢 他就给你一个奖 所以这个Snoopy讲的 是太空人办公室呢 给这个科学家呢 所以你对他们的太空站的任务有贡献的 这么一个讲 实际上我就解释一下 那么今天呢 当时我是非常高兴 有机会呢 那么讲一讲这个尹丽波的事情 当然尹丽波的背后呢 就是安逸斯坦的相对论 那么当相对论是非常深奥的一个理论 那么我其实来每次做科普演讲呢 都是先要一本书先要出来 没有书的话 我暂时就不讲 但是书出来之后 那么根据这个书的内容呢 每个书 每本书我出呢 基本上呢 这本书的内容呢 应该是比较完整一点 那么什么叫做完整呢 比如说拿尹丽波这个 不要讲以前的几本书 那么拿尹丽波来讲呢 安逸斯坦在1915年 它的相对论出来以后 1917年它就预测 应该有这个尹丽波 Gravitation wave 那尹丽波这个在牛顿的力学里头 绝对是没有的 那么但是呢 经过它这个理论 当时安逸斯坦理论 其实是1915年 所以要经过这个演变 每一代的人再深层地去了解 因为这个理论实在是太深奥了 而其中的一些呢 这个需要实验来验证的那一部分呢 需要科技不停地发展 尤其尹丽波这个科技呢 从这个60年代 一定要雷射要出来以后 雷射60年代出来以后呢 因为雷射干涉仪了 那么这个出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马上坐上雷射干涉仪 所以从90年代开始发展这个仪器 第一代呢 虽然花了这个十几年的时间 把仪器发展出来 但精确度还是不够 所以在第二代又升等 又花了十年 终于在2015年9月14号 第一个引力波 终于增测得到 这个地确呢 是百年的追求 安逸斯坦100年以前的理论 那么到100年之后 因为科技技术的发展 那么我们终于可以把它增测到 那增测到呢 这个引力波的幅度是多少 我们知道一个中子的大小 对吧 一个中子的大小是10的负15米 这么小 那么大家知道 N-Strand知道Nino Nino是10的负9米 9米 一定觉得小的 不能再小 10的负15米比它再小 100万倍了 而这个引力波的幅度 它的正幅 我们在地球接受到的呢 比一个中子再要小 1000倍 千分之一 所以它增测到是10的负18米 那么要精确度要到这种 才能够把引力波增测到 所以这个引力波变成呢 是一个科技先进国家的一个 最强的一个科技的能力的表现 所以一个国家要表示出它的国力很强的话呢 一定要有引力波的天文观测站 那么当现在世界现在建成两个 两个已经开始使用 第三个已经也开始联网 另外一个正在升等也要开始在 目前六个呢 应该在2020年 在两年以后大概全部可以一起来 政策引力波 那么我现在就是要把整个引力波 发展的历史 然后外加上背后的理论 因为要了解引力波 一定要了解后面的一些爱因斯坦的理论 讲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当然是所谓相对论 20世纪有两个 物理有两个重大的理论 一个就是20年代发展出来量子力学 那么量子力学呢 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观念呢 就是说玻璃二元性 这个particle wave duality 还有就是说 uncertainty principle 你量什么东西很小都量不准 那么这是围观世界的物理理论 那么这个宏观的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所以呢 这两个是当然是都是非常伟大的理论 还在继续发展 那么当时这里讲就是说 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爱因斯坦的理论呢 再往深层讲一点 对我来讲也是个比较这个勇敢的尝试 那么因为这个理论实在太深奥了 我看看这个Steve Hawkins的书 他讲来讲去呢就不敢再忘 深一步讲 因为一讲的话 他说呢 他每写一个公式 包括一等元mc平方 对他的这个书 这个卖就少卖个几千本 他这个没写一个公式等于损失是十万美金 他有这么一个公式出来 那么这个大概是我 应该是完全是负的 因为里头很多公式 但我把很多公式的书里头 完全放在《复录2》里头 把它集中 集中在那边有信心 可以往里头深深挖一下 但是呢爱因斯坦的理论呢 它有一些基础的概念 根本的概念 我是希望呢 这个 这一次演讲完了之后 我们这边有钟 这个演讲至少大家知道 爱因斯坦到底 这个花了十年二十年发展这个理论 到底它的核心的困难是在什么地方 到最后它怎么解决 那么这次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当时呢 这个1687年 我们知道牛顿呢 他的力学 就这个出来了 那么牛顿那一学 在当时 他是把这个 把日常 非常常见的力量 比如说苹果 他在后花园 大家一讲 他一个苹果砸到他头上 突然想到 这个苹果的 掉在地下的力量 跟这个地球 吸这个月球的力量 月球绕地球 这个吸引力 是一样的力量 也包括地球 绕太阳这个力量 所以在那么 这个伟大的科学家 就是在那一刹那间 他就把这个人类的科学文明 科学的这个 推向一个整个宇宙的一个大平台 那么这当然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牛顿这个理论 虽然现在跟爱因斯坦比起来 它是一个很粗躁的一个 低级的 粗躁的一些理论 但是它即使到目前 因为我们现在生存的三维空间 速度都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们现在送卫星上天 送什么 还是利用牛顿的力学 牛顿力学到目前 还是人类使用的黄金标准 但是如果在 这个引力上非常大的一个环境 在速度非常高 至少我们可以想象 因为宇宙间有很多 这个 很多粒子 这个 星系的这个运动 这个有的地球可以接近光束 比如说两个黑洞相闯 在相创的半秒钟以前 就非常接近光束 引力上非常强 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利用这个相对论 这里当然就是说 比较一下 这个牛顿的力学很简单 有两个物质 它们吸引力的大雄 跟两个物质 这个质量成正比 那么跟它们两个距离的平方成分比 那么安斯坦 他的这个理论 就是比这个丰富的太多 因为它是四度空间 每一个这个指数 它是一个张量 那么一个指数都是四 所以呢 牛顿只是一条公式 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是四乘四 十六条公式 牛顿需要一条公式 来表达的 所有的物理现象 那么安斯坦呢 是十六条连立方程式 那么这十六条连立方程式呢 它还不是像这么简单的连立方程式 它其实呢 是一个所谓度量 因为我们在空间呢 在任何空间里头 我们假如说要走路啊 什么都要有一个一把尺 那我们在三度空间 我们在空间 各位的空间要走路 我从这边走 每一秒钟走几米 那个米就是一个度量 我身上一米 也是个度量 我从这边走 也是个度量 所以三度空间度量很简单 一米 我开车的话 每一分 每一小时几公里 这个度量呢 它就不变了 这三度空间度量很简单 那么在爱因斯坦复杂的这个空间里头呢 因为这个上弯下 下区 然后这个左右啊 什么都非常不规整的 每一点呢 都需要一个特殊的一把尺来量 每一点要有几个尺 每一点要有十六把尺 才能把那一点量出来 因为你说的东西不能站在这一点 你还要移动 移动的话就从一点要到下一点 所以你要坐标走就不停地转移 就像我们人每天都要活动嘛 你要说真的理论上来讲 我每一天活动 每走一步 我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那你要用数学公式 你怎么表达呢 你就要不停地用坐标转移 所以这些呢 这些爱因斯坦呢 他呢 这条公式虽然是十六个连立的方程式 它是度量的一个连立方程式 那他这个度量呢 还不是一般的度量 不是我刚才讲的 从这个方向呢 一公尺 一个很简单的一把尺 它是这一把尺 因为这把尺复杂的一把尺 一把度量 大家为分知道嘛 这个它是二级为分 二级偏为分的度量 所以这是一个十六个度量的 二级偏为分的连立方程式 但是这个幸运的呢 因为这个物理呢 一般呢 它有所谓对称 比如说零跟一 一跟零 它是一样的 所以在十六个里头 各位如果计算一下 零 这个零一零二零三 这个零零零一零二零三 然后在 一零 这个一一 一二一三 这么算总共十六个 零一跟一零一样 一二跟二一一样等等 你又是六个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变成 总共变成有十个 独立的连立方程式 所以这就是比较辛苦了 你有很多未知数 你只有十个连立方程式 这个基本上 这个方程式的数目呢 比未知的数目要小 所以没办法解出来 所以还要加上一些别的物理的观测呀 这个实验的观测呀等等 这没有方程式 所以爱丽丝兰这个方程式呢 其实跟它比较起来 跟它比较起来 当时爱丽丝兰两个都是 讲这个时间跟这个空间 那么在牛顿的 他讲的时间跟空间 实验我们都生活在三度空间里头 我们随时知道自己的位置 但是呢 我在这个位置跟在这个位置呢 不同 因为我在这个位置 比这个位置迟了一秒钟 所以旁边还有个时间 在那边滴 哒 滴 哒 来计算你的位置 那么牛顿这个时间呢 它是在三度空间以外 它永远在那边滴 哒 滴 哒 万古不变 以这么一个速度呢 在帮你计算这个 你在三度空间的这个时间 一个是绝对的空间跟时间 那么爱丽丝兰就不一样 你这个东西 一脚一 速度一挪的话 这个时间会发生变化的 那么时间跟空间呢要结合起来 当然结合的结果啊 是要维持光的速度不变 所以有一定的规矩在这个里头 所以呢 这里头 这里头呢当时 牛顿 它的力学里头 有些问题呢没有办法解决 其实牛顿的力学 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解释 第一个它 这个一个质量跟一个质量 两个通过这个 非常广大的这个 这个太空 中间距离 好几光年 距离我们最近的班人马座 这个星 跟我们有引力中间的关系 它那个引力怎么传过来的 对吧 那么牛顿呢 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它很简单 因为牛顿的力学 需要背后 有一个上帝帮他管理 所以牛顿的力学呢 后面有个超自然的力量 因为牛顿 它力学一发出来 它马上 觉得不得了 为什么 它的力学两个 任何两个物体相吸引的 但是他一看天上 虽然它物体都相吸引的 为什么 这个宇宙是一个静止的宇宙呢 星星相对的位置不变呢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解决 他后来想来想去呢 原来背后有个上帝 在那边帮他把宇宙给他按住 静态的宇宙呢 对牛顿来讲 是需要有个上帝的 所以呢 牛顿呢 常常不能够解释的问题 因为他背后有个上帝 他说你去问上帝就可以了 当时呢 他引力传递的速度更没有 因为他已经不知道引力如何传递 何况引力传递的速度 比如说现在我们随便讲个问题 牛顿没有办法解答 太阳因为某种原因消失了 那么我们问 这个消失的太阳 我们在地球论多久以后才知道 牛顿的回答呢 是马上知道 这个太阳一消失了 地球就沿着切线就飞出去了 那么安因斯坦说不 是要等光呢 499秒 8分19秒以后 我们地球才知道太阳不及 两个回答完全不一样 安因斯坦可以回答很多 牛顿需要上帝帮他回答的问题 那么比较起来呢 牛顿的物理是黑白的 安因斯坦是彩色的 那么牛顿的物理是直线的 安因斯坦是立体的 那么我就拿个创穹 如果牛顿跟安因斯坦要打创球 怎么打法 那么牛顿打创球呢 一定是瞄准直心 然后打在另外一个球的直心 所以他创球很简单 直心这么打出去 安因斯坦打创球呢 他也打直心 那么他也打呢 因为直心打出去的球就 不转动直接往前走 但安因斯坦也可以打球的右边 一打球的右边呢 这个球虽然往前走 它开始旋转 安因斯坦也可以打球的左边 往前走旋转 打球的上面 往前走 往前滚 打这个球的下面 往前走 往后滚 大家如果打过创球都知道 那么尤其呢 那时候我们在大学打创球 一定要打到反晒一颗心 一碰到的话 那个球不按照物理的定律呢 这么创脚 是相等的创脚会改变 那么可以把很困难的球进动 那么这两种打法呢 就是安因斯坦打这个困难球 它的这个花样 那比牛顿要多非常非常多 那么但是在牛顿呢 跟这个安因斯坦的时代 其实所谓都是静态的宇宙 包括我们人类的老祖宗 血系的人类 那么住在山洞里 住了五万年十万年 那么这个智人呢 三十万年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些智人 那么看着这个宇宙呢 基本上是一个静态的宇宙 什么静态的宇宙呢 我今天晚上看了几个星星 它们相对的位置 我明天晚上再来看 它们还是相对的位置 十年以后 一百年以后 我的下一代 我的孙子 我的这个 几万年以后 这个星星相对的位置 全部不动的 那么当然在这里头 偶尔发现有些星星动得很快 特别关注这些星星 后来就把这些星星呢 叫做行星 这些星星当然是我们太阳系里头的 那么这个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遥远的星星 所有天上的星星 基本上呢 都是相对不动的 这个叫静态的宇宙 什么叫静态的宇宙 那么静态的宇宙呢 就是说呢 这个宇宙呢 一定是永恒的在那边 在那边呢 已经是大概 无穷久的时间在那边 因为它已经不变化了嘛 所以静态的宇宙呢 一定是一个无穷 无穷老的宇宙 一定是一个永恒的宇宙 而在这个无穷老 跟永恒的宇宙的 这个之下呢 所有我们看到的光 都已经传遍到宇宙各地 换言之呢 光在静态的宇宙 不需要时间的传播 谁朝谁到 那么光呢 在这个静态的宇宙里呢 传播是不需要时间的 是无穷大的 因为它已经在那边了 所以呢 这个牛顿的 这个静态的宇宙呢 也就是一个永恒的宇宙 没有生日的宇宙 这个 nowhere no when 这就是静态的宇宙 没有一个生日的宇宙 那么 爱因斯坦其实的宇宙呢 在这个1915年 它相对论论发表完毕以后 基本上也是个静态的宇宙 这个就是在20世纪初 人类呢 对这个宇宙的理解 但是呢 这个宇宙呢 到这个17世纪开始 那么人类有个很锐利的工具出来 就是望远镜 那望远镜出来 就天上一看 就很多奇怪的现象出来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对光 看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电磁波 都是光了 那么就有一些疑惑 就有一些迷惑 那么对光的理解 是推动人类科学文明主要的动力 我们对光理解多少 我们的科学文明就往前推进多少 所以刚开始呢 这个对光开始有迷惑了 从人类有了望远镜以后 它第一个迷惑呢 就是关于速度的问题 那速度问题在这个17世纪末呢 牛顿在1687年 他的理论出来以前 大概二三四年三四十年 这方面就有个比较突破的发展 当然在这里头呢 重要就是木卫一 这个Jupiter 它的Io 这木卫一就是Io 这个是Io这两个字 那么Io呢 是这个木星的一个 一个第一个行星 在地球用望远镜呢 这是地球的轨道 地球绕日的轨道 每一秒钟三十公里 当时这个 这个木星绕这个太阳的轨道 大概每一秒钟十公里 十一公里左右 因为它距离比较遥远呢 在这个图里的 我们假设它是静止的 就是地球在这边走 那么现在呢 如果你这个卫星在这边 这个绕这个 这个木星的话呢 它一定有一定的周期 就好像月亮绕地球一样 每这个二十八天 一个周期 你仔细量的话 它每个周期都是很固定的 很固定 时间不变的 但是我们由地球呢 这么观测 这个木星呢 这么一个周期呢 如果我们从这边 开始观测的话呢 每次量它的周期呢 它的时间越来越短 从这边量 它时间越来越短 从这边过去以后呢 再回来看它的周期越来越长 为什么这个 这个木星的卫星 这个木卫一 它的时间 周期会一下变长一下变短 但是Romer Romer 他到最后他就结论了 原来光的传播需要时间 因为在这里呢 你从这边接近木星的时候 你先量它在这边 然后再回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你在这里呢 已经在这个轨道上向前走了 比较接近于这边 你省了这么多光传播的时间 从那边走呢 这个光呢 拉长距离 所以这个周期的变化 在这里呢 他用这种方式 就得到数据量出来 光的速度应该每秒 二十二万公里 等于近代的光呢 是每秒三十万公里 在当时呢 十七世纪 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 第一次我们知道 光的传播需要时间 第二个呢 对光的迷惑就是戒指 这方面呢 爱因斯坦的迷惑更大 为什么戒指呢 对光的迷惑呢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平静的水 我们有个水滴 这个波就出去 那么这个波的传播一定要有戒指 我现在跟各位讲话 我在这边呢 阴带震动 那么通过空气 空气震动 那么传到各位的耳朵里头去 也是要通过这个空气 一些一个戒指 所以呢 既然呢 光是光波的话 那光应该也是要通过戒指 但光这种戒指呢 那比这个水啊 比这个空气啊 比这个地震波的戒指 要厉害太多了 因为这种水啊 空气啊 这种都是在小小的地球里头 而光呢 在全宇宙 宇宙那么大 所以这种戒指呢 是充满了全宇宙 几乎是另外一种 一个大的场面 但是呢 人类刚刚开始看到光 光是一个波动 它这个戒指的速度 它一定要需要戒指 这是一个人类 没有办法超越的一个光卡 那人就被卡在这边了 光一定要戒指 一定要靠戒指传播 所以在这里呢 爱因斯坦 那么从他在高中开始 他就想这个问题 想这个问题呢 整天在想 他整个总共想了十年 这个 在这中间呢 他也说他是一个欲光者 他说如果 我假如 这个趁一束光 那么我就可以 跟另外一束光平行走 那个内束光的变化 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他说为什么 其实他一起到一束光 内束光一 也是以光束远离他而去 所以呢 而他呢 那个时候在欧洲呢 这个铁路也很发达了 所以他就想到这个光也是光指 那个时候光指的概念了 那么光指也像在这个火车上呢 你投这个棒球一样的 火车往这边走 我顺着火车投棒球 如果在这个站上就看了 这个棒球的速度 应该是这个火车的速度 加成棒球的速度 如果我这个相反火车是投棒球的话 那么就是棒球的速度 火车的速度 减了棒球的速度 在站台上 这是很简单的 所以光束在介质里传播 它的速度应该会改变 那这个就是爱因斯坦 整天这么在这个中间打滚 由这个爱因斯坦的生日是 1879年3月14日 到这个1900年呢 他已经是11岁了 到这个1979年 他是1979年 不是1979年 是21岁 到这个1905年 他在发展这个侠义相对论的时候 已经是25岁左右 从这个高中一直到他大学毕业 到25岁 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了10年之后呢 他说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再想下去 所以他25岁 他就宣布了 跟他朋友Bessel 说他实在想不下去 就要放弃 但平常呢 这个科学家决定放弃一件事情呢 当天晚上一定 这个灵感汹涌 那么第二天呢 他就是跟他马上跟他朋友 他说问题解决了 那么这当然就是爱因斯坦的这个 这个心路历程 他这个解决的问题的方式呢 我觉得虽然这个思维实验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我认为呢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个思维实验 非常简单 像这种简单的实验当中我们后代人 这个实验这么简单 所以该问的其实呢 为什么你想不出来 为什么只有爱因斯坦想得出来 所以爱因斯坦有很多这种 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尤其 包括这个光经过重力厂弯曲 我们现在想起来 连高中都可以想起来 光当然经过重力厂一定会弯曲的嘛 对吧 但是这个爱因斯坦想出来 大家还不相信 一定要做实验 到最后证明 把爱因斯坦搞得 变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出名的人了 那么他这个问题解决 他解决的方式呢 就是火车的实验 因为在这我就用高铁 那么就是爱因斯坦坐在这个高铁里头 现在全部在这个站 停在这边 岸上有一个观测者 两个人呢 手上有个相同的手表 同一个厂家出来的 两个人矫正 手表完全一样 那么在这边呢 然后两个人手表 完全矫正完了之后呢 在这个实验的上空 两个同样距离的地方呢 闪电 同时闪电出来 然后隔一阵子呢 这个爱因斯坦在身上就说 他同时看到A点跟B点的闪电 这叫同时 这叫同时 我记得两边的闪电同时看到 那么乐台上这个人也说 他也同时看到 同时是个时间的概念 我时间我同时看到 然后呢第二个呢 这个就是火车 以这个速度呢 由这个 左边往右边 这样子走 左边往右边 高速走 那么在他跟他面对面的那一刹那间呢 这个两个闪电又开始了 这个人呢隔一阵子呢 又报告说他同时看到这两个闪电 因为他不动啊 对吧 但是呢 在车上的爱因斯坦就说呢 他先看到这个闪电 后看到这个闪电 所以因为他移动的关系呢 他竟然看到这个闪电 是先后看到 那么这个解释起来 其实很简单 因为在这一刹那 这么一短暂的 光耀传播的时间呢 这个车子往右边移动了一点 是不是 移动了这么一点点呢 就造成这么左边的 这边的闪电呢 这个距离短 比如说时间短 所以他就先看到这个闪电 后看到这个闪电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呢 就是在第一个轻子坐标 同时发生的现象 在第二个等速移动的火车坐标 变成了前后发生的现象 换言之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 发现了在不同速度坐标 时间不是绝对的 时间是相对的 这是最伟大的一个 关于时间的结论 所以从这个实验以后呢 时间就不是绝对的时间了 不像这个牛顿的时间 在这个三度空间之外 永远滴答滴答 永恒的一定的速度流动 这个时间呢 是相对的 是会发生变化的 但是它发生变化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跟一个速度 坐标的速度结合起来 所以它这个时间的变化 还有三度空间的一个速度 所以这个样子呢 就是时间跟空间 就要结合起来考虑 这个就是呢 时间和空间 单独存在的日子已成历史 它们以后只能一起出现 这是他的老师 Minkowski 1908年 当然这个呢 爱因斯兰的实验是 1904-2005年 想出来的 想出来之后呢 他当 当然这个 他的大学的数学老师 苏立斯大学的数学老师 觉得这个工作呢 非常伟大 他可以帮他发展出来 一个视为时空的 一个数学的结构 架构 这老师就努力地工作 那么工作了几年 就把这个视为时空呢 这个数学的这个 整个这个架构搞出来 当然是呢 爱因斯坦也非常欣赏这个数学 非常美丽 但是他就说呢 这个 因为爱因斯坦的这个物理 一般都是用想的用说的 很少用数学的 那么爱因斯坦呢 并不是数学不好 只是他觉得呢 在大学上数学 尤其Minkowski是几何课 需要 一个星期要上两堂课 那么 因为他觉得浪费时间 所以他在这个Minkowski老师 上数学都是敲课 敲课呢 但是敲课呢 他虽然敲课 每次考试的时候呢 他都知道跟他同学叫Grassman 借笔记本了 那么借笔记本这样子 他就可以应付这个考试 班上六个同学 五个同学成绩都很好 那么六分满分 他四点二五分 勉强及格 但是毕业以后呢 他就学校 把五个同学都留下来工作 只有把他赶出学校 所以他就变成瑞士的 一个专利局的三等专利评审员 是这个样子 微薄的薪水呢 然后这个虎口 渡日 那么这个敲课斯基呢 对他的这个学生的批评呢 所谓这个安事胆 是他班上的懒狗 那些都 但这个敲课斯基呢 完成这件事情以后 突然得了这个盲长颜 在1944年 1908年他刚好是44岁 就过世了 也是很可惜的 那么因为现在我们讲这个相对 什么叫做相对 相对呢 基本上来我就用个简单 就是这个所谓这个 加利瑞的船 如果我们有个船 这个船呢 有个大厅在那边 我们把全部封起来 不要跟外面有任何这个 这个视觉上的互动 在里头设计一些简单的实验 我们撞球台也可以放进去 鱼啊 游泳啊 密封啊 然后上面掉一个漏斗啊 水滴下来啊 在底下垂直 我们给一个一个小碗 把它接住啊 对吧 人传棒球啊 这个来回来去的 那么这个实验呢 在这个船停在这个 靠这个港口的时候不动 我们叫这个实验 做个十五分钟 然后你再记录 各种实验的结果 然后呢 再把这个船呢 开每一小时十公里 平静地开 因为呢 跟外界没有接触 你没有加速度 等速在那边开呢 那么再做相同的时间 再记录 二十公里 三十公里每一小时 这么 然后呢 你就发现 你回来检查这个记录呢 一发现呢 不管什么样的速度 所有实验的记录结果 都是一样的 换言之呢 这个 这个船 不管以什么等数 在那边动 它的物理环境 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 所谓这个 惯性坐标 惯性的这个物理系统 以一定 不同的速度 但是它们的物理 物理环境 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要加力量出来 但是呢 由一个速度 要转到另外一个速度 就是 包括这个坐标转移 坐标转移呢 当然在爱因斯坦相对论里头 是不停地坐标转移 爱因斯坦相对论 就是坐标转移的理论 为什么需要坐标转移呢 其实坐标转移 在我考大学的时候 那一年刚好考了坐标转移 在高中从来没有学过的 这么一考呢 这个平均的分数呢 是20分 那么在这个考上台大数学系 第一名状元只考了59分 那么这个 这个坐标转移呢 虽然概念很简单 你一学就懂 但是呢 你不学呢 就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坐标转移呢 其实每一天呢 大家在生活里头每一天用 各位坐在那边看我 一定是用你自己的位置 坐标准 来量我距离有多远 左边右边 上面下面 如果你现在呢 开车 你自己在那边动 你一定用那个动的坐标 来看行人 来看别的车子 更厉害的 你坐在高铁上头 你也是以你坐标 外面的刷刷过去 你还是以你自己的坐标 那么坐在飞机上 那速度更快 不要讲人造卫星 别的东西 所以呢 你如果坐在车子里 我坐在 这个 我在这个行人在走路 那我要 形容你的那个坐标怎么办 我一定要坐标转移 因为我要跟另外一个坐标 要发生关系 因为要转移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其实 每一天也在坐标转移中间 这个不停地 这个转变生活 坐标转移 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当时这种牛顿伽利略的 他的坐标转移 因为速度非常低 那么一直到目前为止呢 虽然按照相对论 讲光束啊光束啊 我们生活的环境 包括NASA 包括人类送出去的 这个高速运转的卫星 一般送到卫星在天上转 低轨道的话 大概是25个因素左右 这个绕地球90分钟 一个半虫都绕一圈 那么远距离的可能会 会到达这个音速的50倍 那么送去最快的一个 可能到达音速的200倍 你比如说这个航海号 走了35年 那么到现在呢 走了35年 才走了光 大概走20个小时 所以人的速度呢 发明这个物体 飞行器啊 速度非常非常慢 所以一般呢 即使到目前 用这个坐标转移呢 都没有问题 一个坐标 在这里它以速度往前走 那么利用另外一个坐标来量 那么就是这两个坐标 很容易很容易看 但是呢 用安因斯坦 我们刚才讲的 这种方式 如果速度很高的话 它的坐标就发生变化 比如说 如果这个速度呢 如果很低的话 像这个 速度很低的话 这个跟一比 是不是等于很小 因为这个光速的平方 除上这个速度 这个是很小 这个就等于一了 这个等个等于一呢 那么这个公式就跟这个公式一样 所以在低速度呢 这个扭动安因斯坦 坐标转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时间呢 就是我们讲时空 这个转移 这边发生变化呢 那么在安因斯坦的另外一方面呢 时空结合的时间呢 你看啊 如果这个速度很低的话 这个又是等于一 那么它的这个时间的变化 这个速度跟这个比又是很小 两个坐标的时间还是一样的 就等于这个样子 所以速度高跟速度低 我们讲的相对速度 它的坐标转移的方式就不一样 当然这种坐标转移呢 那在这个牛顿的这个 在这个安因斯坦历系里头 这个我讲这个π呢 这个圆周率 圆周率呢 是我们平面几何里很重要的一个长处 那么什么叫做平面几何 平面几何呢 就是你画个三角 三角形的内角180度 然后你画个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一边的平方 加上另外一个平方 等于斜边的平方 必是定理 还有重要的呢 它就是这个圆周率 是这个固定的 3.14159 3.14159 158 265358 等等等等 当然是呢 我有一次演讲问一个同学 他可以背出来30个微数 那么这个电脑呢 目前人类的电脑 已经计算到10万亿微数 当然这个电脑 你一直计算圆周率干什么 但是这是人类科学文明的一个里程碑了 如果我们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这个 从外太空来的讯息呢 他告诉你我们的圆周率已经算到111位数 我们就知道它的文明比我们进步非常多 这个就是 所以关于圆周率 这个虽然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里头的意义非常 那么现在假如我们有这么一个系统 这么一个圆的 这个方向呢 不动 我们讲这个半径 不动 那么这个有个尺标 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我们都要个尺标嘛 从这一公分到六公分有这么长 而这个呢 源自在开始旋转移 速度就沿着接线这么旋转 那在这个方向呢 我们也有一个尺 因为按照这个劳润斯呢 爱因斯坦这种坐标转移 那么这个尺应该缩小 比较缩短 我们有这么一个圆周 我们以为是用同样的尺在量 但是这边尺它其实是缩短 以较短的尺来量这个圆周 量出来这个圆周 它的一定用这个尺做单位一定比较多嘛 因为它比较短 那么这个圆周除以二 这个圆周率就比我们知道的3.14159要大很多 所以呢这个 即使这么一个简单的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领一出来 它这个劳润斯坐标转移 连这个圆周率都改变了 所以这个劳润斯坐标转移 这个因为比较重要一点呢 我还要提一个很比较重要的概念 那我们以后呢 在这个广义相对领里头也不停地出现 就是这种坐标转移呢 随便它转 不管你多复杂呀 这个速度两个坐标 一个坐在 一个在地上 一个在天上 飞机飞呀 什么高速飞呀 你两个坐标要发生关系 发生转移 你转来转去呢 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概念在这里 比如各位哈 我们每天都很希望这个体重不要增加哈 这个维持在六十公斤五十公斤 那么胖了一点马上要结实 把这个体重维持在几十公斤 这个我们每个人的质量叫静止质量 那么这个质量呢 我们最好维持不动 那么这个量呢 因为是一个固定的量 如果这个量呢 我们坐在火车上 坐在飞机上 坐在这个船上 坐在这个太空船里头 如果这个量发生改变的话 那么这个通过坐标转移 如果这个量 我本来是这个六十公斤质量 那么到达坐飞机的时候 就变成五十五公斤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呢 那么大家就买一个坐标转移手车 就不要减肥了 就很容易 这个体重就可以控制了 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间呢 对不起 你六十公斤 你永远是六十公斤 那么在物理上呢 就管这个东西叫做劳伦师 劳伦师不变的一些量 非常非常多 那么在坐标转移的时候 我算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在四十度空间 一个距离上 在深度空间呢 是因为B式定理 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那么在四十度空间 XY加Z加3 另外一个平方 有一个负数在 就有光速要横定 那么这种不管怎么样呢 我用一个坐标 它这个有这个 一撇的坐标转到最后 把这些公式完全带过来 到最后变成这样的坐标 它的数学公式不变 所以呢 在相对论里头 不管你坐标怎么转移 有一些公式 这些公式其实是物理上的守恒的量 比如说能量不变 质量不变 一些长度不变 电荷不变 光束不变 比如很多不变的 不管你怎么复杂的转移 它都不变 这种我举个例子 因为这个概念比较重要一点 所以这就是狭义相对论 在1905年6月36日 物理定力在所有冠心坐标中相等 换言之呢 连它们的数学的形式都不能改变 光束在坐标中恒定 物理运动速度不能超过光束 这个也是一个直接的结果 因为超过光束呢 它的质量会变得无穷大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宇宙界没有无穷大质量的东西 那么时间在相对观点膨胀 膨胀就是变慢了 变慢 然后它呢 从这些狭义相对来 还可以有一等mc平方 就把它导引出来 当一等mc平方呢 我认为是人类 有史以来大概 最美丽 最深奥 最伟大的一条数学公司 只有五个 一二三四五个符号 那么这是跨越人类的文明人种 这个社会语言 那么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这么一条 人类共同享有的一个科学财富 然后膨胀就表示变慢 所以这狭义相对论中间呢 我们讲的狭义 因为狭义 第一个 它能够处理的是相对 惯性坐标 就是我讲加利略山 零公里速度 十公里 二十公里 等数运动的 这个相对的物理环境 那么 那么在这里呢 当然 这个就有一个所谓时光机 时光机这种概念呢 当然是在这个电影上 有些好莱坞大片 那么最近一个呢 就是这个时间 对 对 就这个电影呢 基本上呢 就是说把就是用这个狭义相对论中间呢 这么一个概念 就时间膨胀的 膨胀的概念 心机效应 当然各位看过这个电影就知道了 这个父亲要出去 高速度出去 那么女儿说呢 一定要回来 Daddy you gotta come back 到时候他父亲整天想女儿啊 虽然通过很多这个 各种形式高速度又回来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 他自己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他女儿已经九十五岁了 睡在床上 这个讲的就是一个 狭义相对论的一个时光机 这时光机呢 就是说呢 我们相对速度 如果我们在地球上 这个有一个人呢 他跟你有一个同样的手表 这个手表呢 你们两个完全交对完了之后 那个人做个高速太空船就出去了 但出去呢 那我在书上挤了 那我在书上挤 说99.99这个光速 那么这种光速呢 那么这个讲的 它的这个时间呢 比地球呢要慢70倍 换言之呢 如果地球那个人跟他时间一样 他能够伸出手呢 摸这个 在这个太空上高速 99.99这个光速的 这个人的心脏呢 他算自己的心脏 一分钟70下 蹦蹦蹦跳70下 他用同样的时间一分钟呢 那个太空 在太空里那个人的心跳 只跳一下了 那么这样子呢 他在地球上活70年 天上那个人才活一年 那么如果分开的时候 是25岁 那么等他回来的时候 那个人增加一岁 由25岁变成26岁 那么在地球这个人 就变成95岁了 这个年龄就这个差别 当时如果我们用 这个90就得9999 这个光速的话呢 那就可以 可以比地球的时间 慢700倍左右 700倍是什么概念呢 整个这个银河系 由东到西边 整个十万光年左右 那么换言之呢 我们从地球看起来 我们要有一个人 要活了十万岁 才能够由一边 旅行到另外一边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如果以这种 高速度出去呢 人如果活个一百岁的话 这个人呢 可以在太空船 以地球的年龄来看呢 他可以活七万岁 那么七万岁 这个也可以 这个银河系 也可以探索很多很多地方 所以未来呢 这个人类的星际 这个旅行呢 大概它的主要的这个 科技还是在 怎么样把这个太空船的速度 增加到很高的速度 现在当然说我们0.01都到不了 我们0.0001都还到不了 光速 因为光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但是呢 现在当GPS基本上 因为GPS是靠时间来定位的 GPS已经需要 不停地要用这种 来做修正 要不然可以 偏一个几公里呀 几十公里呀 横过太平洋的话 你不经过修正的话 大概也没有办法 所以相对论呢 这种狭义相对论 其实已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里头 在狭义相对论 什么叫做狭义相对论 什么叫做广义相对论 平常最简单的 广义相对论 把引力场挪掉 那个理论就是狭义相对论 换言之 狭义相对论 是没有引力场的 这种一个理论 那么怎么样在这个狭义相对论 把理论加上去 这个爱因斯坦在发展狭义相对论的时候 整天批评牛顿 一批评牛顿 批评了十几年 一直到这个1907年 所以他的朋友说 我在500里以外 听得每天批评牛顿 爆声隆隆 但是到1907年 爱因斯坦突然发现 他批评牛顿 批评了这么久 他连牛顿的引力场 都还没有加到他的理论里头 所以1907年以后 爱因斯坦就很不快乐 因为他要把引力 要加到狭义相对论里头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 把引力场 要加到狭义相对论 他要增长了七年到八年的时间 在这中间 他有一个数学篮狗 他要把数学全部要学会 到时候自己要会计算 全部要靠自己 他本来要靠他的同事 他的同事数学呢 同学就grassman 数学不是不好 数学也很好 但是你数学一计算 前后计算 不能够错误 连续计算五十页的话 你要少一项错误 全盆都垮了 所以他刚开始计算 我看了他那个文献 那么其中有一项 可能就少了 那么一项而已 结果他就放弃了 放弃了 又重新用他想的 用爱因斯坦 他在发展的一半用想的 到时候他是学会用算的 他说他的这个物理 全是用想的用讲的 但是相对论刚好呢 是要用数学来表达 所以他一定要学会 这个数学 商量数学 还要学会呢 这个 这个 微分几何 这个很复杂的这个 几何呢 他要知道怎么样 在里面有微分 因为刚才我们讲 他到时候出来的公司 是二级微分的 一个微分几何的这个 这个联力 方程师 那么所以在这中间 他通过了非常痛苦的一些 一个过程 到最后呢 有个数学大师 叫做Dave Hilbert 他是在Gerttingen Gerttingen大学 距离他那个柏林也不会太远 一天坐火车可以来回 所以他们互相拜访 那爱因斯坦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他其实呢 如果有任何人问他问题 他都所谓掏心掏肺 从来不说我要留一点 这个不要告诉你 而这个数学大师呢 他找到了 爱因斯坦老师 是Minkowski学了好几年物理 这数学大师很出名 Dave Hilbert 他有29个难题 即使到今天 任何一个数学解决了他一个难题 就变成马上养民世界 所以这位数学大师当时比爱因斯坦的学术声望高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他对这个爱因斯坦相对论就非常非常有兴趣 所以到时候他当然跟爱因斯坦竞争 当然这段故事我在书上也讲非常有趣 那么等一下我会再回来提一下 当时他要把这个引力场又加进这个 引力场又加进到这个侠义相对论领楼呢 因为他是瑞士专利局三等评审员 他的办公室我想是应该在11楼12楼 那个时候瑞士的这个楼房也很高 他对面有个楼房 当时楼房也高呢 这个每天都要有这个工人吊在那边要洗玻璃 所以对面一个工人也在洗玻璃 就是有一天呢 对面工人坠楼 从楼上跌下来 那么这么一跌下来呢 那就把爱因斯坦的这个灵感激发出来 那爱因斯坦就想了 如果这个人 这个工人楼上掉下来的时候呢 他如果口袋里有一个这个小刀 因为瑞士小刀金属做的 把它掏出来扔在旁边 然后呢他自己爱因斯坦抽烟斗 他说如果口袋里有个烟斗出来是木头做的 口袋里当然还有手帕是棉做的 三个密度质量不一样 他说放在那边 这三个东西呢 应该同时以同样的速度向下坠落 跟这个工人一样的速度向下坠落 当然这种呢 就是他在1907年开始呢 发展的所谓等效原理 Equivalence Principle 等效原理 等效原理呢 这一批呢 当时也是宇宙一个非常深层的一个奥秘 这个原理没有办法去证明它 所以到目前呢 我想呢 这个在太空呢已经 目前我想大概已经花了 假如我保守估计了可能有十亿美金左右 还在继续呢 来这个验证 等效原理到底成立不成立 目前已经验证到 0.13个零分之一 在这么一个 1part in 10 to 14 那么这个 在这么情况之下 这种等效原理还是成立 那等效原理有两个 一般最重要有两个 我刚才讲的呢 不同密度的 在这个重力场里呢 它以等数 等数坠落 这是最平常的 当然这个呢 这个呢 讲起来 连这个伽利略呢 都觉得有点奇怪 伽利略 那么伽利略 在伽利略比萨斜塔 就说也做过这种实验 拿一个 这个 它那个时候用炮弹 那么一个铁的炮弹 一个木的炮弹 从上的 这个 一起 叫它坠落 看是不是同时的掉在地上 那么 当时他想了 这个 应该是 铁的应该掉得比较快 对不对 因为比较沉一点嘛 比较重一点 当时讲起来 它掉地声音都比较大 当时应该比较快嘛 那么 但是呢 实际上应该是等数坠落 在这个阿波罗十几的时候 登陆 在这个月球上也拿一个榔头跟一个羽毛 也是这样 做这个实验 还是同时追 追到地上 另外一个 这个 等效源 也有加速度等于中立场 加速度等于中立场 各位 现在坐在椅子上头 因为被中立盯在那边 被中立盯在那边 不会浮在这个天花板上头 因为中立场的原因 现在呢 假如说我们全部 坐在一个太空船 在深太空里头 跟所有的这个中立呢 完全 非常远 我们自己呢 在没有这个中立场的情况之下 但是呢 这个整个太空船中 因为加速度 这么加速度 每一秒钟9.8米 这么一路加速度上去 各位坐的情形 跟目前情形完全一样 各位感觉不到 你到底是在重立场里头 还是在一个加速度的太空船里头 所以这个 所谓这个加速度跟重立场 又是一个相等的东西 这个叫做 等效源里两个最重要的 当然等效源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了 那么 那么 就是关于这个重立场 跟这个加速度的等效源里 可以冲击到时间上的变化 那么我就用个三十万公里的电梯 如果电梯三十万公里 用三十万公里的光 从上面到下都一秒钟了 那么 这个三十万公里的这个电梯呢 上面有个人 下面有个人 两个人又是同样的手表 同样的表 两个人先开始抽在一起 来校正手表 完全都一样 然后到最后就说 你这个上面的人 你每一秒钟 你发出个信号 每一秒钟发出个信号 每一秒钟发出个信号 然后下面呢 就记录 用他的表 看他什么时候 第一个信号接到 第二个信号接到 第三个信号接到 两个人完全同意了 像这个电梯呢 开始加速度 那么又上 也开始进行 那么加速度又开始之后呢 上面这个人呢 按照规定 每一秒钟发出个信号 第一 第一 那下面呢 也就开始接受这个信号 那下面接受这个信号呢 接受第一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 就发现了 比一秒钟要短 因为在这个 这一秒钟间 他又向上走了一点 就像我们的火车上 那个闪电实验一样 所以呢 在下面 上面一秒钟呢 你因为加速度的关系 下面竟然少于一秒钟 小于一秒钟 那么这个呢 就造成所谓这个 时间上呢 又发生变化 因为 这个 加速度的关系 当然这个呢 还很容易理解 那我们现在讲 因为等效原理 加速度等于重力场 现在我们把这个 电梯把它挪掉 那我们就说 现在如果 你有两个表 一个在 这个 引力场比较低的 一个在引力场比较高的 这两个时间会不会有变化 因为加速度 这个 说呢 它的这个 这个有加速度的情形之下 时间会变满 所以在引力场 不同的引力场里头呢 时间呢 也会不同 但我们现在也有两种 这个技巧呢 来改变世界 一个就是 以不同的速度 造出时光机 像这个星际 效应一样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不同的引力场 也可以改变世界 所以爱因斯坦呢 基本上他可以把这个 时间呢 真的在他手里头啊 可以揉来揉去 各种变化 那么这个就是很简单 一个一个跑步的人 他的脚呢 离这个地心比较近 重力场比较高 在高引力场中 时间流得慢 在这里 你看到是11点40分 如果在他头部这边 有个时间的话 这个低引力场 时间流得快 是11点56分 那么这就是说 在引力场中 时间流的速度 也不一样 那么现在这个等效应 当然不停地检验了 我是讲 这个也是要花很多很多钱 然后最近的这个 就去年十月 两年前这个卫星 是法国人送上去这个卫星 就是这个卫星检验 这个等效应 你主要呢 他把两个密度不同的 放在这个地球轨道上 像比萨斜塔 你顶多100公尺 我们地球再建的多高楼 到101大楼 约500公尺了不起 而在地球轨道呢 我一坠落 两个东西坠落 可以坠落好几亿公里 因为可以坠落一年嘛 然后看这个两个中间 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他坠落了一年以后 检查他们的变化呢 就把这个等效原理 是一的后面 十四个零分之一 到这么精确度呢 等效原理还是成立 这是目前呢 等效原理最精确的一个检验 当然有些理论呢 认为等效原理可能到一的十八之方 之一可能会发生变化 那等效原理呢 是人类要不停地要花钱去检验的 因为这个原理太重要了 如果这个原理呢 被推翻的话 当然是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 基本上它的基础被推翻了 就好像这个量子力学 这个玻璃二元性 当然我们现在在实验室 每天看到玻璃二元性 这个测不住原理啊这种 或者是呢 有一些原理 像这种我们还可以去检验 像在数学上一些原理 我们都没办法检验 比如说最简单的 在这个平面几何 两条平行线 什么叫平行线 平行线呢就是在无穷远在相交 这个是老师 我们学的数学就是 平行线无穷远在相交 那我跑到无穷远 看看那相交不相交 对不对 但是你跑不到无穷远 于是他们永远不相交 这就没有办法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无穷远在哪里 像这种有些东西 是没有办法检验的 像这个 当月球测距 Lunar laser range 这个阿波罗放了 这个雷射反射镜 那我们在地球 跟这个月球 是在太阳的重力场里头 在那边不停地坠落 那我们看他们中间的 相对的速度有没有改变 相对的速度有没有改变 这是在地面上测 这可以测到扭转移 torsion balance 一乘十的大概十三次方左右 这两个差不多同样的精确度 这个比它精确度多了十倍左右 那么现在就讲 他现在有这个等效原理了 他就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引力场 往进一步 把它加到他的理论上去 他等效原理在1910月11月 基本上他想象已经成熟了 然后他就找到他的同窗同学 那个时候他已经 这个Grassman是他在大学时候 自己翘课跟他借笔记的Grassman 那个时候已经在苏黎世 做这个数学系的系主任 那么他在这边 当然是在把这个引力场 又放在他理论上 他是很苦啊 但是他那个时候 爱因斯坦已经变得很出名的 欧洲很出名的一个理论物理学家 所以他的母校就把他雇回去了 叫他去做教授 那么回去的第一天 马上去找Grassman 他说我真苦啊 这个数学不行啊 他说我现在要把这个引力场 又加到理论去 当时他那个同学Grassman很同情 本来说说他一下 看吧你以前逃学 跳课是吧 这个数学这么不好 但是一听他讲的这个 这个讲的都是宇宙中间 这个最深层的一些这个奥秘 前所未闻你知道吗 那么他马上说 我有一个数学的这个理论可以使用 就是用黎曼流行 那么这个就是黎曼流行 是Grassman的推荐他 结果他们就用黎曼流行 微分几何这个来计算 意思是从这个1912年7月 他回到这个树立寺去做这个教授 计算了中间就发生一点错误 这个错误当然在低速度下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们这个速度呢 要他们这个东西要用这一条工程 就是检验一个重大的这个天文现象 这个天文现象叫做水星近日点近动 水星近日点近动呢 就是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个星 那么这个轨道呢 我们可以用牛顿的力学去计算它 那牛顿力学计算的结果跟观测呢 就是差43个角秒 100年差43个角秒 这43个角秒呢 你怎么样计算 用牛顿力学计算 都没有办法消除它 这个就在19世纪是天文界的一个悬案 那么他当希望用他的这个相对论 把这个四十三角秒把它计算出来 所以他这个苏立寺笔记本 他计算来计算去 跟那个Grathman一个人计算25页 那两个人计算 后来比较就只计算出四十三角秒中间的十八角秒 还有这个二十五角秒没有着落 所以呢 这样子呢 这个苏立寺笔记本就发生一些问题 在这里他计算不出来 他们所需要的结果呢 于是就把这个数学的这个策略把它放弃 那安因斯坦又开始用想的了 那么安因斯坦他两步走 一方面用想的一方面数学 如果数学可以帮助他就用数学 数学不帮助他转身马上用想的用讲的 就是安因斯坦 所以他又写了一个宅药论文 宅药论文基本上是他用想的出来用 用人工合成的一些公式 基本上没有办法满足这些物理的要求 尤其我刚才讲的一些坐标转移 要全面共变 换言之 有一些数学公式你经过坐标转移之后 还要数学公式维持的这个形状一样 也像如果是六十公斤 经过数标转移掉六十公斤 不能变成四十五公斤 所以这些他用这个宅药论文 也叫做凹了两年八个月 到最后实在是凹不下去了 到最后就在1911月的快马加编 把这个公式做出来 这个广义相对要满足这些 不管你理论多么复杂 你在低速度低引力场 一定还要回到牛顿力学方程式 这个是一定要成立的 物理公式数学形式 在世卫中最不要转移不变 这个我们也讲了很久了 不管你怎么转移 你全面共变 这个是general covariance 不能够改变 要遵守相等效原理 所以这些广义相对的一些要求 基本上就是在高阶层的思维上 并不是那么困难 当然是数学内涵是什么 他用张量数学 张量数学刚开始我们接触这么一点点 也就是打撞球 打撞球你要执心打 这个不是张量 你要是把它分布 打撞球的各种应变就非常丰富 那么这是一种张量数学 因为数学有横量 有scaler 有vector 还有张量 他要用的一种几何叫黎曼几何 所以你一接触到相对论 马上黎曼几何就要出来 黎曼本身他是高师的学生 高师是一个很出名的数学家 黎曼本身是个数学天才 他老师教给他一个博士论文 他反正就把它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他其实找到每一点的度量 把这个数学搞的 后来他因为也是肺结核主要 很早过世了 过世两年之后 他的理论才发表 当他把这个理论搞出来之后 他就说 他搞出这些数学到底有什么用 他完全不知道 一直到被爱因斯坦当着质宝 这个宝贝 当这种刘曼几何才 跟这个相对论 变得非常有名 引力为四位时空局部几何的去度 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问 牛顿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说你现在两个质量 中间引力怎么传播 这个传播是靠 视为时空几何的一些结构 这个纤维的趋度的变化 那么物理公式在这个时空 坐标转移前后不愿 这边我加上微分 就更比较仔细一点 这里当然是包括平行转移 数学技巧 共变微分 共变微分等于数学家 总共花了六十年的时间发展 所以很不容易的一个数学技巧 要计算出来就叫科里斯多夫符号 克里斯多夫符号 所以你们如果跟人家谈相对论的话 谈平行转移 谈这个共变微分 谈这个克里斯多夫符号 人家想 这个全部用专家语言 这个主要 这个你要讲相对论 如果可以这样子讲的话 看我书看我一定可以这样子讲 那么这个都是 能够把它放在相对论里头 我觉得这是惊心动魄的一些东西 那么就讲什么叫平行转移 这个平行转移呢 那么我想怎么样来把这个 比较复杂的物理概念 把它用日常生活可以看得懂 可以这个 当然这种平行转移也是这样 如果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简单的箭头 箭头是什么意思 是向量 什么叫向量呢 假如各位开车 每一小时开一百公里 如果你要到基隆的话 你一定要朝北 你要往台中的话 新竹一定要朝南 虽然都是一百公里 你要有方向性 那么这个就是向量 向量不但有大小 还要有方向 那么现在我们要有这个向量 每个都是平行的 一 二 三 四五 我们就坐标转移 从这转到这 转到这 转回来 这没有问题 从这边到这边 完全是原来的向量回来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边 把它合起来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变成一个锥形 锥形至少这边开始是一个曲面 是一个最简单的曲面 当锥形出开上面这一角之外 它跟平面 跟这个平面 是一个同样的拓扑家族 那么在这里你就看到 这个原来平行的这个向量 开始发生方向上的变化 到这边第六 九根第一开始垂直来 那么在这种 在这种几何里头 如果你这个向量 你不做处理的话 它不会转回来 那么在这里要做处理什么 在每一点 你要用这个 共变这种方式 你要维修它 在这里 要把它弯过来弯到这 在这里要把它弯过来弯到这 弯过来弯到这 到这弯过来弯到这 那么弯的这个程度 计算的这个程度 你把它计算出来 这个就是Crystal符号 所以整个相对论到最后 就是要算 我要做个转移的话 这边跟这个差多少 每一点我要做修正 要修正这个方向 到最后它可以平行转移回来 所以这个要用共变为分 这个也是非常 公变为分 当然我在这个书里头 复录二 是用公变为分 把这个度量 黎曼这个度量 这个计算其实不简单 大家不那么困难 大家如果概念清楚的话 那么用公变为分 就可以把这个Crystal符号 把它计算出来 那么这个Crystal符号 基本上也像我们人在走路一样的 我们现在走路走在平路上的 没有问题 这边是个斜路 我们走在 如果还有楼梯的话 那我们每天走路呢 我们每一走一脚 我们要知道下面一脚落脚伸前 如果它有台阶往下走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脚伸得刚刚好 那么如果台阶上头 我们要把脚 这个每一脚的伸前 我们在落脚之前 在脑袋里头 都知道落脚的伸前 所以我们其实每走一步呢 在脑袋里 都会对这个脚步做修正 修正的结果呢 就好像我们走在一个平面上一样 我们如果修正后 我们落脚轻重不对的话 就不像走在平面 什么叫走在平面上 走在平面上 就是不会摔脚了 不走在平面上 一步小心就摔脚 有的时候建筑物不好的话 它虽然有的时候 就差这么一点点 如果它全部都是白色 全部一个颜色没有画 你看不出来的话 你走下也是一样摔脚 不做调整 所以高低不停的路 你如果每次做调整 这个调整的幅度 就是克里斯托夫号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安因斯坦相处人 要计算的东西呢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也不是不能够 去真的去理解它 那么也是可以呢 因为只有日常生活的例子 走路的例子 我想大概这样子呢 我们也可以 对这个克里斯托夫号的 这个物理的意义呢 可以理解一下 这个安因斯坦相对论 质量能量这种 质量能量主要就是说呢 安因斯坦它会需要引力圆 这个圆呢 比这个牛顿 牛顿的引力圆只是质量 质量一质量二 就等于 这个 它的十六项 像安因斯坦实际上 从中间的一项而已 那么它总共有十六项 除开这个净的质量之外 还有动的 因为安因斯坦一动 它有这个动能出来 动能出来这部分 除以西的平方 就等于质量 所以它也会有引力 还有一些这个 动量方面的互相影响 它有时空结合 引力局部的趋度 传递 那么就大概 安因斯坦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引力呢 都变成局部的 一些趋度的改变 那么像下线 线下去就是一些引力上的变化 所以就到了这个 1915年11月 那么普鲁士科学院 每星期四开会 所以刚好在这个1915年11月 这市场会议里头 是安因斯坦连续发表四篇论文 第一个星期四呢 落在11月4号 然后第二个11号 18号25号 那么它连续发表四篇论文 那么第一篇当时 他要马上把克里斯特夫符号要计算出来 这是最重要的 那克里斯特夫符号计算出来 如果是对的话呢 那么可以用它呢 就可以开展以后的计算 当他在这里计算 这个克里斯特夫符号计算 在这中间呢 他其实呢 跟这个数学大师叫做Dave Hubert 跟他也是很紧密的联络 在这中间他还有一点被卡住 所以希望这个数学大师帮忙他 那数学大师就说Dave Hubert 说你赶快到Gertin肯来 坐这个火车 他那时候还没有钢铁 但是坐这个火车 大概几个小时可以到当天可以来回 但是他说他胃有点痛啊什么很紧张 他就没有去 其实呢 在这个Gertin肯 Gertin肯大学附近当初 有这么一个街头上流传的东西 因为安斯兰常常去请教数学 那么大概就有人在那边传话 在那边说 在这个Gertin肯大学附近的这些 这些居民 七岁的小孩子的数学能力 都比安斯兰强 所以他在11月11日16日中间 就截到这个Huber 明星面寄来的厂方成纠正版 纠正版 安斯兰马上回明星面给他 就是你这个公式 跟我的公式导演出来完全一样 他说完全一样 coinside 那么这是有记录的 那么所以呢 至少以爱因斯坦的这个看法呢 他导演出来对的公式 和爱因斯坦导演出来是一样的 但是有些数学家不知什么看法 数学家认为呢 是这个David Huber 第一个把这个公式导演出来的 因为这个 这里头用的数学很复杂 这个数学大师的功力 比爱因斯坦强非常多 所以在这里呢 我是想在11月11日到16日中间 可能爱因斯坦已经这个厂方成 已经完成了 经过八年 终于把它完成 是全面共变为分的 在黎曼流行里的 度量的二度为分的 满足所有物理守恒定律的一个方程式 那么当时为什么他在不马上发表 他在11月18号呢 他截到这个时候 他马上计算水星近日点进洞 这个四十三角秒的数字 那么当时水星近日点进洞呢 这个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 他每次转一圈之后呢 他不回到原点 你看在这里 第一圈这样转 第二圈他就变成这个样子转 第三圈 第四天 他每一百年呢 他的这个发生的变动呢 是五百七十四角秒 那么 能够用牛顿力学算出来的 大概就是五百三十一角秒 剩下四十三角秒没有着落 那么这个就是说 在十九世纪是个天文界 这个实际观测出来的一个悬案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这里当然就是 爱因斯坦要赶快呢 他先把这个 这一部分的计算呢 大概没有任何人可以比爱因斯坦计算得快 大概爱因斯坦 因为他不停地计算 由这个1907年 08年 公式一出来 他就计算这个计算 希望计算到四十三角秒 所以他这个整个过程 这个公式 虽然需要二十五页 他可以计算得很快 这是爱因斯坦的功力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他 所以当然他一把这个火星精英 这个四十三角秒一计算出来的话 看这个爱因斯坦的专理 这是爱因斯坦发展相对论 大概整个过程中间最大的情绪的激动 这个他说好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他计算完了这个四十三角秒 这个数字一出来他当然就知道 他这个方程式是对的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明 他的方程式 完成 完成整确 所以他等到下一次 开会的时候二十五号发表 满足全面公平的爱因斯坦方程式 所以从爱因斯坦的角度 这个记录上是1915年10月25号 但是在这中间 十一月十八号到十一月二十号 我们这位Dave Huber先生 因为他也掌握到这个纠正版 他也有这个方程式 所以他在十一月二十号 他先发表了 所以在这中间到目前还是一个悬案 但是因为Huber 他的学术的声望比爱因斯坦 因为Huber是世界级的 爱因斯坦那个时候只是欧洲级的 所以到最后爱因斯坦跟他来回 爱因斯坦跟他说 你在这边 说你得到这个场方程 你是用非常小人的技术 抢过去的 他用的是not survive这个字 那么当然这个Huber就很生气了 说我帮助你这么大忙 并且方程式并且明信面寄给你 你怎么不在这个 他因为在25号没有说出Huber的贡献 爱因斯坦在25号发表这个功证 他告诉全世界 完全是他自己一个人导引出来的 这个到最后 到这个两个月以后 两个人几度愤怒的交言 或者愤怒的在这边对话的结果 后来Huber就说 这个方程式完全是你的 他说以后全部 他认为是爱因斯坦 developed出来的 大远传在爱因斯坦就很高兴 到时候这个案子 学术案基本上是结束了 但是在1990年的时候 2001年又被现在的科学历史学 被人挖出来现在还在炒作 所以1915年的爱因斯坦的厂方程 基本上这个是我们刚开始第一章 看到把这个解出来 这个就是说一个礼奇共变为分 我讲礼奇共变为分 爱因斯坦 这一条这个公式 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很容易 大概最没有的是这一项 这一项可能就是 就是这个Huber的贡献 我想爱因斯坦一看到这一项 因为一看到这一项 就是他 因为他找了这个 好多年找不到 但是他一看到这些 是马尊教师对的 那么这是一个常数 这边就是所谓的引力的来源 这个引力的来源 基本上爱因斯坦 并不是爱因斯坦 自己计算出来的 所以这一部分是爱因斯坦使用别人的 所以出来 但是1915年出来 他就觉得少了一样东西 为什么少了一样东西呢 因为他的宇宙光 跟这个牛顿宇宙是静态的宇宙 因为爱因斯坦是动来动去的 所有东西都在动 像牛顿一样 所以他又加了一个宇宙常数 这1917年 加了一个宇宙把他的宇宙 把它暗住变成静态的 然后到这个1912年 日全时当时很重要 把它这个光的弯曲这个实验 经过六月数据分析 那么证实了它1.7度的 这个光的弯曲 它就变成人类有些最出名的人了 也不是科学家 然后他的儿子当时就问他 他为什么这么出名 他说我是第一个 说这个小甲虫是在曲面上爬的人 他是这么讲的 但是到了1929年 膨胀的宇宙哈勃 所以宇宙是膨胀的 膨胀的宇宙 比较是宇宙不是静止的 宇宙不需要宇宙常数 所以他在1929年 他就把这个甲虫又挪掉了 并且说他一生最大的失误 那么这个孙教说用半笔 我觉得两个字都非常好 那么这就是1929年的厂方针 那么这个一直到爱因斯坦过世 都是用这个厂方针 1955年过世 到1998年发现暗能量之后 那么大家发现这个宇宙常数 跟这个暗能量的功能是一样的 虽然这个当然不是比这个静止 还要功能要多一点 并且这个暗能量占全部宇宙的 百分之六十八 六十九 那么这个又大摇大摆的 坐上了现在是龙头老大的位置 那么这个整个公式 目前我的心里体态丰富裕 丰穷万种 并且在他死后的43年 拨刀壮阔 力九密心 因为他真的是暗能量 当时检验广义相对论 目前这个理论是不停地检验 它精确度越来越精确 这个到十的负五十方 就十万分之一 还是精确 卡斯伊尼通过这个月球 还有这个最近 这个实验叫做Gravity Pro-B 这个NASA由1968年开始发展仪器 2004年送的卫星 花了7亿7千万美金 那么产生了50个博士 其中包括有诺贝尔奖的 拿这个来检验 这是爱因斯坦的重力上透进出来的爱因斯坦实质 当然我们讲引力波这一方面 引力波的来源 我们现在正在两个黑洞相创 当然在太空里头我们可以真理 宇宙形成后的引力波 这三个都是宇宙形成后的引力波 这一个就是说 所谓这个出生引力波 是在宇宙大霹雳大爆炸的时候 那个时候物质还没有出现 只是一个量质震荡 出来的视为时空的一个引力波 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引力波 是目前一个圣杯非常难量的 这是下一步最重要的一个测量 当然这种引力波的测量 我们现在知道了 那么用这种仪器 也是一个镭射干射仪 它这个引力波一进来 没有引力波的话 两边的长度一样 一有引力波的话 一边变短一边变长 这边变短这边变长 它的相位发生变化 那么在这边 它的光的强度就会发生变化 干射调温 发生变化 你就知道引力波的存在了 当然这种第一代的引力波 很简单 由1990年开始 到2002年 十年以后 那么用这个侦测不到 后来就改成四重百 这种 这个总共变成四十公斤 他用这种方法把它孤立起来 这个我认为是人类能够做出来 在全宇宙最孤独的一个个体 它只跟引力波互动 因为这个幅度太小了 一个宗旨的千门之一 十的负十八米 我这样子把这个放完 这个我看 叫它漏的一下 这是两个 第一个引力波 2015年9月14号 一个是26个 一个是36个太阳质量 一个29个太阳质量 这个是物质流动的方向 颜色的东西是时间的改变 这个红色时间已经变慢了 百分之三十 颜色越深 时间变得越慢 到最后黑的话 就是几乎是黑 这个黑洞的核心 时间几乎静止了 时间凝结 因为这当时间跟空间互相结合 然后这个相创了之后 两个合并 在摔荡 那么这样子引力波出来 它的来源距离地球 十三亿光年 换言之 要经过十三亿的一年的传播 然后通过当时 它的衰变 是跟距离的平方程反比 传到地球的时候 它的正的幅度 只有中止的 一千分之一 十的负十八米 那么真的是 只有一丝丝的战斗 这是我 写到这才决定书名 有的时候要听到这么一个声音 大概花二十亿美金左右 这个就是引力波的 站引力波的方向 当然最近 引力波现在也发现非常多 当然是最近的 2017年8月14号 发现的是这个 这个引力波有这个站 欧洲的一个站加入 它就把引力波的方向 把它紧缩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每加一个站紧缩十分之一 如果六个站进来 我们引力波就可以非常精确地量出来 当然在2017年8月14日 有个宗旨性引力波 是另外一种引力波 这个里头的科学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 在这里呢 大概也没有太多时间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反正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讯息 那么引力波2017年得到那本奖 我特别把这个Driver列出来 因为他在2017年3月不幸过世 所以非常可惜 那么Kipson也是我比较熟的一个 非常敬佩的科学家 他们两个分二分之一 这个Weiss分二分之一的 2017年诺布尔奖 结论 广义相中的波刀壮阔 力九弥心 孙关章帮我写的序 用了这个力九弥心几个字 那么天文观测 以力波天文观测 它最重要呢 以力波可以跟暗物质暗能量互动 未来 是一个全新的天文观测技术跟窗口 这是我在一个月以前 在美国科学院 跟爱因斯坦的大尊 这是他1915年 还没有宇宙常数的公式 这是他1921年得诺布尔奖的光电现象 这是他的E0mc平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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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